接下來我們來看BMI 這個題目好了 BMI你們其實可以從BMI這邊 Google輸入BMI的話 我其實是從第一個結果 亞東醫院的BMI值的計算器 所得到的一個參考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需要 輸入身高跟輸入體重之後 然後按開始計算 它能夠得到BMI 然後並且幫我判斷出 到底我的BMI是標準呢 還是過輕 還是過胖 而且過胖的話呢 它又分成四個Label 四個等級 所以喔 那當然如果假設我希望 轉換成Python的話 其實啦 如果試過啦 用那個Charlie B 它真的可以寫 而且還蠻厲害的 我記得好像在我們這個 雲端上面其實我有放 在底下這邊 我請那個Charlie B 請幫我寫一個 這個Python程式 內容為用輸入身高與體重後 判斷BMI 我只有寫這麼簡單 它就居然真的全部幫我寫完了 而且寫出來的程式 基本上都是正確的 不過因為可能這個太成熟了 這個太多人寫了 所以其實 寫對應也不是什麼太特殊的 只是說啦 我們假設根據這個邏輯喔 好比如說啦 也是一個題目啦 這個跟考證差不多 所以以後吧 你們可能 就是回去多思考 工作上跟你有關的 我覺得你只要把它 變成程式 不會寫 請Charlie B幫忙一下 如果很多練習 我說這樣 久了之後 不就是慢慢就會了嗎 對不對 OK 但是需要時間 至於要多久啦 可能還要看每個人的資質不同 不過前提是不能放棄啦 因為很多人就是 說啊 好難好難 就不想繼續了 OK 這個當然喔 我們按部就班 剛開始心不要太大 反正你就第一階段 做出來 在第二階段 在第三階段 所以第一階段的話 我們只要完成什麼 讓它輸入兩個資料 所以其實這邊會需要 兩個 兩個input 然後呢 再來就是 計算它的結果 所以input的結果之後 再把BMI算出來 這樣其實第一個結果OK了 所以呢 我們首先當然第一個 我會希望 讓它可以輸入 至於BMI的公式 就是 身體重 除以 身高 平方 平方可以記得吧 而且這個身高 記得是公尺 不是公分喔 所以你變成說 假設它輸入的是 多少公分 那你要幫它轉成公尺 之後 再計算平方 OK 所以喔 至於怎麼寫 當然呢 你第一個當然一樣 先開一個空白的 一個module 那我的習慣是 反正身高呢 那就是用h來代替 用簡單的 一個 變數 所以我這邊已經有寫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直接拿 我這邊已經寫好的 在這裡 雲端 這邊OK 可以第一段 這裡 那也就是說呢 假設我要寫一個像這樣的程式 那我就是先 讓它請輸入升高 有沒有特別注意 input 升高因為要公尺 所以要除以1000 記得因為它輸入可能有小數點 因為很多人可能很在意那個點幾吧 可能 1170.3 如果啦 假設 不過啦 其實你不用Floze 我剛剛講過 你可以用Evo 有沒有 Evo可能更萬用 也就不管說它是不是小數點 這樣用Evo好像比較適合 更恰當 另外的話 體重 請輸入體重 我用Evo Evo Evo 公司的話就是 體重 有沒有 體重就是W 除以升高的平方 就這樣 然後得到一個 BMI的結果 最後把BMI的結果 幫我把它print了出來 所以這邊的話 其實 就把BMI的結果把它print了出來 OK的 所以我試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這層次應該不難寫吧 應該都可以理解吧 而且我覺得蠻直覺的 所以有時候寫程式 不需要說 一定要有個框框 我發現很多人 就是 可能被以前 學習經驗給嚇到還怎樣 就 很簡單 很直覺東西 你為什麼 要把它想到那麼複雜 沒有啦 就這樣 OK 好 剩下就是你要自己把它熟練 執行一下 比如說身高是170 然後體重的話 假設是 80公斤 當然已經過胖了 不過BMI多少 Enter 好 那你可以看到 BMI就print出來了 BMI得到的結果是 27.68 後面還有啦 什麼 16608 絕對 一堆啦 可是你想說 老師 我希望 所以喔 再來你可能想說 老師 那如果我不要那麼 小數點那麼多位數啦 我可能只要取到 小數點兩位數就好了 那如果你要取到 小數點兩位數字的話 這個時候呢 你可能就需要 多學一個 所謂的格式化 Format Format 就跟Excel裡面一樣 Excel裡面不是 Excel比較簡單 Excel你就把它 除聲歌 那邊有沒有 小數點位數 等等等等 有沒有它在說 說少 那問題是 Python裡面呢 它沒有這麼方便 它 所有動作 都必須要 寫程式 那這個時候你可能需要 用一個叫 Format 的一個 函數啦 那至於 Format 這個函數怎麼使用 在這邊 在雲端白板的第18頁這邊有啦 有沒有 叫 字串 其中的話 它有一個 函數叫做 Format 那這個Format 使用的方法就是 要必須要加一個 大瓜糊 裡面的話 如果你要小數點取到 小數點第二位數的話 那你就要加 冒號 點2f 它得到的結果 就會是 取得小數點第二位數 OK 那至於啦 細節也許都不會啦 你除了Google也可以找 ChargePT 上面都有 OK 那所以呢 你要把這個格式化 那怎麼做 其實就是 比如說我這邊的話 它的 邏輯是這樣 第一個 你必須在 Format的前面 先加一個 雙名號 因為它是文字 所以它裡面呢 加一個大瓜糊 然後呢 在這邊裡面加上 冒號 點 2f 這個有點像是 它格式化的語言 其中的話呢 大瓜糊裡面 就是它的格式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喔 幫我把BMI放進去之後呢 格式成小數點的兩位數 所以第一個一定要先打這樣 給它一個規則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在 這個雙名號的文字 後面加上 點 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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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瓜糊 瓜糊裡面的話 放個參數 放什麼呢 就是放你剛剛的這個 BMI的結果 也就是說呢 它得到的結果 是小數點 不只兩位數 但是經過格式之後的話 它只會留下 兩位數字而已 OK 所以應該可以看懂 這個邏輯吧 就是把那個變數 格式化成 兩位數的過程 這個寫法很重要喔 因為以後如果你不會格式化 你的變數就變成說 你得到的結果可能不是 這個小數點太多 要不然就是說你可能要變成其他的格式的時候 至於能夠做什麼格式 在雲端白板的第18頁這邊有 小數點 或者前面加加號 或者前面補0 或者加百分比 有沒有 或者是對齊方式 還有更多啦 底下如果想要用更多 你可以再去找 有點類似像Excel裡面的那些格式就對了 其實Format都可以辦到 那我們就是把這個做完之後 來Run一下 OK 所以其實本來的BMI 或者是加上這個 Format 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這個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所以最後呢 一樣打170 Enter 80 得到的BMI 那就會是 剛剛是27.68一堆 Enter的話 它應該就是27.68 有沒有 這邊就只有兩位數了 那主要原因是 因為 冒號 0.2f的結果 所造成的 OK 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想要取到 小數點 第一位數呢 怎麼改 其實很簡單 就是把這個數字 改成 1 就是一位數 OK 意思類推啦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好 所以第一階段 我們把BMI算完了 而且並且取到 小數點 第二位數 那再來的話 到底 不過你給我BMI 我又看不懂 到底我是標準 還是過胖 還是過輕 所以下一步的話呢 我們就需要一個邏輯判斷 那我怎麼判斷 因為 怎麼樣呢 大於等於18.5 End 而且呢 BMI小於 2 不過剛剛寫 蠻像的 然後呢 它就是標準 OK 那再來的話 AOIF 過重 其實這個邏輯差不多 其實你可以複製貼來改 複製貼改 複製貼改 那這樣最後呢 就可以把底下的這個邏輯判斷寫完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這邊其實也寫好了 在 雲端白板的第2個 單元的 下方這裡 OK 這邊應該是第16頁 16頁這邊 其實我這邊是已經有 寫好的 煙子 神啊 煙子 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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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